同學立體要這個是已知的條件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它拆開來 拆成說這邊只剩下0到2的x3之方dx 然後呢這邊剩下0到2的xdx 那你想想看它前面應該是什麼倍數 這邊前面應該是什麼倍數 那把它拆開來 然後最後呢加上這邊是3乘上dx 同學可能有問題是這個地方是不是 看一下立體2 立體2如果你拆開的話 這邊前面是4倍 所以4倍的0到2的x3之方dx 然後這邊-5倍 所以這-5倍的0到2xdx 然後這邊是3倍的dx 那這邊都可以代公式 4乘上這個體會有告訴你這個等於4 剪掉5乘上體會也有告訴你說這個等於2 所以這邊都可以算 然後比較有問題是這個 那這個怎麼辦呢 我們想想看喔 它跟這個a到b的fS別式 那你就會發現你的fS是不是相當於是3 fS相當於是3 我們就把這個fS畫出來 fS等於3就是它的y的值永遠都是3 y的值永遠都是3代表它就是一樣高 好那我們現在要算的是0到2之間 0到2之間這個曲線這個積分的值其實相當於這個曲線下方的面積對不對 所以這個面積存起來是 這一段是2高度是3 所以這個面積就是6 因此後面這個就是6 整個加起來就會變成12 3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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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